主料,高筋面粉200克,全蛋液30克,牛奶100克,盐2克,白砂糖40克,酵母3克,辅量,黄油25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除黄油外,把所有食材放入面包桶内,先放液体材料,包括糖、盐,再放粉类,酵母放在最上面,按发面团程序, 20分钟后放入黄油,继续揉面,20分钟,面团出膜,放面包机内发酵一个小时至两倍大,面团排气,松弛15分钟,分成50克一个的小面团8个,取一面团用擀面杖擀成长条状,从左向右卷起,搓成两头间的长条,放入烤盘,把烤盘放入烤箱,底部放70度的水, 发酵30分钟,面团发质量味大,刷上蛋液,烤箱预热放入烤盘,180度,上下火,下层15分钟,面包上晒后将该吸直,烹饪技巧,一放入烤箱发酵时不用插电源,二面包上晒后将该吸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